大家好,我是King,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照例做回日常傾 今天想到一個主題想說 如果你們第一次聽日常傾的觀眾 先說一說日常傾是什麼 日常傾就是 我有時間會坐在這裡說說話 就會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呢 這個題目 我今天說可能是 講打機的話 我可能會講一下 就會斜東斜西 甚至是例題 這個就是日常傾的一個 特性 你當大家傾就算喝吧 今天這個題目我就想了就是 究竟如果轉做打機的Youtuber 說賺到錢呢 或者沒有,說賺到錢 有沒有得吃 其實呢 我先講講自己的背景 我以前就是 十幾歲開始 跟很多人 都是一樣 好喜歡打機 那時候很流行電腦遊戲 中學時期的時候 就經常 小吃 或者午餐的時候 不是小吃 午餐的時候 就會用了吃飯的時間 就去網巴打機 就貪他 網巴又買東西吃 你可能叫個杯麵 或者拌麵 吃粒魚蛋 就可以一邊吃一邊打機 那時候呢 就 很多人 就覺得打機 是 壞學生的行為 那時候我自己 都算是半個壞學生 因為我 就經常偷雞地打機 又不讀書 我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就接觸到 電腦遊戲 其中一個遊戲 叫Counter Strike CS 那時候是很流行的 基本上每個不是打CS 就是打 AOC 就是世紀大國 或者可能一些 拳擊遊戲 還有還有一隻什麼呢 Battlefield 其實那時候是很熱的 接觸到這遊戲之後 放學回家都是打機 功課都不做 只是打機 其實那時候 是廢陣忘餐到一個地步 基本上一有時間 就是玩那隻遊戲 基本上就是沉迷了 去到 好像15歲左右 我認識了一位朋友 是一個中學同學 介紹的另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 是我們上網打機認識的 現在他就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是一個魅力 基本上這個 這個世界 我覺得最好的朋友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想 那就是因為他 是因為他的原因 讓我接觸 電競這件事 那電競是什麼呢 就是電競 就是電之競技的 宿舍 原來 原來 可以是 一班人 五個人 或者我不知道 或者六個人 去 出去 網吧 或者公開的場合 去打那隻遊戲 但是 是一個以比賽形式去玩的 那麼 所以就叫做電子競技 就是因為 用電腦遊戲 去了一個比賽 我們接觸到電競之後 亦都很沉迷 我記得 在 七八歲的時候 應該是最迷 這隻遊戲 直到現在 我都非常喜歡玩這隻遊戲 不過現在有一個叫做CS GO 取代了那隻CS1.6 沒辦法 我也明白的 那麼多年 這遊戲都20年了 怎麼也要 有些變化 中間我們 集合了 五、六個人 或者十幾個人 我忘記了 十幾二十個人 組成了一個團隊 我們這個團隊 就出去 公開比賽 又玩過一下 越打越 後來就發覺 原來這隻 遊戲 可以帶給我們的 不只是遊戲 裡面的快樂 而是 電子競技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大家想像中 只是打遊戲那麼簡單 當中 你要有 策略 有計劃 還要不停的練習 還有這些團隊的精神 和合作 加上你的智力 反應 去玩這款電子競技的遊戲 可能現在 我們的家長 即是我的家長 都不明白 什麼 但是現在 年輕的一代 十幾歲的 就 明白什麼叫電子競技 當然還有很多 爭量的空間 究竟電子競技 是好是壞 我自己個人來說 沒有東西 絕對好 也沒有絕對壞 是看你怎樣 善用 以及 用什麼角度 去想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好 可以 又可以打遊戲 又可以 訓練到你自己的頭腦 甚至 甚至乎 可以出去打比賽 贏到獎金 可以成名 如果你聰明的話 當時 我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是 20歲左右 基本上是 都立志想成為一個 電子競技的選手 到現在這一刻也是 但是可能 大家不清楚 就不知道 其實電子競技的選手 基本上 去到30歲後 已經是退休的年齡 因為你的反應 以及 你的身手 可能你的身手 沒有那麼敏捷 那就退下來 通常打到30多 就可能做教練 去教人打 培育新人 如果我真的 講回這個 topic 就是打遊戲 做YouTuber有沒有 找到吃呢 如果我真的繼續做的話 或者我開始做的話 我相信 我是找到吃的 找到少少 但是如果我繼續打下去 我現在都30多 再打下去 打到多少歲 打到40歲 所以其實我再這樣做下去 可能都是 純粹娛樂 是不會想到自己 真的可以成為一個電競選手 那這些 就留給 比較聰明的人 還有年輕的人 所以呢 當時 我們 做了很多 功夫去打 比賽 那時候有個比賽 在香港 很著名的 叫WCG 也都在動漫節 是有 一些公開的比賽 就是WCG 在那邊 那我當時也 很幸運 跟 這位朋友 和幾個 相似 打到 去這個 動漫節的會場 公開比賽 那其實 在那裡 打 比賽 其實是 都很緊張 後面有很多人看著你 這件事 之後再說 但是 又說回那個 題目 打機YouTuber 做不做得到呢 你看到其實YouTube 已經是 很多這些 遊戲 去做直播 尤其是 打機或者一些 新的遊戲 去做直播 基本上 是泛濫的 這個 多的情況 如果我 插著腳 去做 我的肩膜又是什麼呢 是不是 為什麼你要看我呢 我又不是打機 特別好 我又不是 超勁的 我真是 普普通通的 我又不是打機 非常開朗的那些人 你知道 你如果看人打機的話 你看什麼呢 你看他 首先他的技術 可能技術是一個因素 你想看他 第二就是看他的反應 打機的反應 會不會很害怕 或者會不會很緊張 或者很開朗 或者很 很著弱 去 進入了遊戲 你也是看這些 那我自己的技術是什麼 我自己的技術 又不是打機 又不是 到活躍那些人 我打機的時候 可能看著螢幕 很專注很專注那種 就是你叫我一邊打機 一邊跟他說話 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呢 去到這一刻呢 我又發覺 我真的做的話 沒什麼見蜜 那我問阿King 你是否真的 想做還是不想做 這一刻我自己都沒有答案 因為 考量了剛才的因素 加上 其實我真的沒什麼時間 可以坐在這裡 一小時 一小時 或者兩小時 去打機 你知道打機不是 十幾十分鐘的事 要你打比賽 所以 我現在是 沒有一個 很肯定的答案 將來 可能會 讓兒子 長大一點 可能我有少少時間 我就會做打機 其實我本身已經 打算真的做 也有一個頻道 我叫Game with King 這個名字 很搞笑的就是 觀眾 幫我改 我覺得挺好 就先開了 我其實做了兩次三次 因為我發覺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 坐在這裏 但是唯一的好處就是 打機 做YouTuber 如果不說剪片的話 你開個Live 只打 跟別人吹水 你不需要任何剪接 其實 是很節省時間 可能分分鐘 還少時間 比我 拍完片 還剪片 所以 為什麼我會突然想和大家 吹水聊天 為什麼想 會不會轉做 打機YouTuber 或者可能做一些 不要說打機YouTuber 想做一些清淡的節目 因為 現在你知道我小B有出了小 對啦 我拍片 又真的好像 要花很多時間 拍完片 然後剪 然後又要弄縮圖 那那些 我又 覺得 我想做的 是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還有我也要為將來打算 就是 可能讀書 考你策 這些都要 可能是其中一個 花時間 的環節 所以就變了 想做 但是會不會真的做得到呢 這個就要再考慮 但是我又想 打機YouTuber可能真的 坐到Live 1個小時 2個小時 我剪片拍片可能要用8個小時 10個小時 其實不是做打機會好一點 對不對 但是又不是 因為你打機 你是要坐在這裡 不可以動的 我剪片我隨時可以動的 對不對 除非 我就 打機 可能打 普通一點的遊戲 什麼叫普通一點的遊戲 就是手機遊戲 手機遊戲和電腦遊戲 是兩回事 基本上 eSport的遊戲和手機遊戲 我是不當手機是 真的純粹娛樂 有些人 或者有些遊戲 其實是 吃老的 都是電競的遊戲 但是我告訴你 你始終沒有一個 麥克風 去玩 是真的差一點 是真的 那個感覺是沒有 沒有感覺 你明白嗎 如果你玩手掣的遊戲 Xbox PS4 你會知道的 你會明白的 那就是 玩這些遊戲 可能真的會節省一點時間 可能 我出去收窄 或者 工作的時候 有些空餘的時間 我不需要對著電腦 我可以 打手的遊戲 都可以 然後錄下 然後剪少少 又說些東西 可以做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 在這裡 這個情況就是 想跟大家 商量一下 不是 跟大家討論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遊戲 平時玩開 又覺得好玩 可以分享給我的 我又看看 剛剛我玩 可以 做一些打機的 短片 可能一些普通的遊戲 即是手機遊戲 可以做一些 Top 5 或者Top 10 的一些 精華片段 或者是做一些 教學片段 我覺得這些 影片 都可以做 但如果我一轉 我又怕一轉 這些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覺得 很奇怪 因為我講開疑問 加拿大心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 現在移民的東西 可能會說笑了 因為 就好像我之前說 我來到這裡 都年紀 基本上 作為一個新移民 要適應的東西 都開始慢慢習慣 之前我經常拍的 不大適應 或者 來香港之前 有什麼準備功夫 那些 就是因為 我當時 真的剛剛來到 很切身 以及很深的感受 很大的感受 很想分享給大家聽 或者 想幫大家 所以我就拍下 然後剪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現在叫我再拍 我真的拍不到 這一種的感覺 這些資訊給大家聽 所以呼籲大家 如果你 都有一些東西想做 就當下好做 因為你之後做 未必做得到 或者未必做得那麼好 就是這樣 打遊戲機方面 我其實是 一直想做 亦都是 我自己一個 都挺大的興趣 我本身是做在IT 我可能 亦都有想過 講一些IT的東西 因為 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其實 在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打算開YouTube頻道 我已經買了GEAR 回來的 但是因為搞移民 那又 沒有一件事 在香港的時候 我是打算搞一個 打遊戲YouTuber 打遊戲YouTube 但是來到加拿大 打算搞了 但是 我發覺 不如做移民 以及 講生活 可能大家會 想看多一點 所以才做了這件事 到了這個位 我覺得 加拿大的生活 其實我已經 我都會 繼續拍的 繼續做的 但是另外一個範疇 也是 經常在想 有什麼可以拍下 我不是 只是說移民的東西 因為移民的資訊 大家上網 都可以看到很多 我自己 都說到 沉了 開始 所以就打算 轉一轉 領域 想做一下自己 想拍的東西 我亦都希望大家會支持我想 我想做的東西 其實 現在subscribers 那裡 八千多人 其實是 意料之外 我很開心 其實 我沒有想過那麼多人subscriber 現在我看subscribers這個數字已經看化了 沒什麼所謂 反而 我是比較 在意 一件事就是 那個 忠實粉絲的人數 其實我覺得 你有多少subscribers都好 不是每個人都看你的影片 只是訂閱 但是忠實粉絲 是段段片都會看的 是 真的是一個支持 的作用 我很希望 忠實粉絲 可以達到1000人 現在我知道的 沒有1000人那麼多 可能有 不知道有沒有50個 我相信有30個 忠實粉絲 如果你是忠實粉絲的話 你留言告訴我 其實我看看我有沒有計錯數 忠實粉絲應該是 段段片都看的 那我就 真是真是 好多謝你們 看我的影片 或者聽我的說話 我自己知道自己 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也是 純粹 分享自己的想法 不是什麼很有營養的 一個YouTuber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我 做什麼都 可以支持 對我一個很大很大的 動力去繼續做這個YouTube 其實做YouTube 是真的挺辛苦的 雖然說 自己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什麼時候拍就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剪片又什麼時候剪 但裡面有很多事情 大家未做過 可能真的不知道 是很多 層的功夫要做 我甚至有時候可以想 自己 都算是 尤其是之前那些片 最頭 中段 頭段和中段之間的片 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和想法去拍 尤其是一些講加拿大的感受和適應期 我真的想過度過 即是想過了情節 怎樣去 講一個故事 即是用一個故事形式來講給你們聽 讓你們容易點進 我自己那個 即是想說的 那樣東西出來 那麼 拍了那麼久其實 是不是真的 預期之中那麼好呢 我自己覺得 是 比我想像中 多的 但是人就那麼壞 你 永遠都不覺得 夠多 可能我每段片 比較Hit的片 可能有5000view 但是我看回有些Youtuber 可能真的做過清談節目 只坐 說20分鐘 他的subscribers 又可能有十幾萬 而且每段片起碼都慢的review 我又有時有點氣餒 為甚麼好像差那麼遠 是不是自己 怕得那麼差 或者 大家可能不想聽我說話 當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歡 所以 就沒有訂閱 當然人家也有很好的優點 內容又充實 說話的說話技巧又足夠 那些甚麼益揚頓挫的 又做得好 我自己說話 很flat 沒甚麼 高低音 我自己知道 但你叫我突然 轉一轉 轉一轉的說話方式 又不是那麼容易 我是偏向想做回自己 當然 有進步空間 我知道 但是 雖然是這樣 我亦都不會氣餒 我都會繼續做 亦都希望做得更好 說多些 或者拍多些大家想看的東西 以及我自己想拍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甚麼題目 或者有甚麼 感受 想法 你都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我有時間我就會盡快回覆你 如果你做了會員的話 我一定會回覆你 如果你不知道 我開了會員功能 你可以看看 在訂閱旁邊的按鈕有一個加入 最便宜是港幣 最便宜是港幣 就可以做到會員 另外一個 會員按鈕就是 20元 高級會員 有 多兩個 利用 你可以進去看看 我都會放在 描述那條連結 那邊 這樣就 好像說得 都頗利 都頗利用 Youtube的 Youtuber去做打機 我其實見到 真的做得好的話 通常都是 主要是做幾隻遊戲 或者甚至是做兩隻遊戲 但我又不想 那麼單調 所以想 找不同的遊戲去做 但是 我試過玩其他遊戲 其實真的 怎樣玩都不夠 CS 那隻遊戲好玩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就是 比較 忠情了那件事 很難去 變 好像我之前玩 有一段時間我玩LOL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這遊戲很好玩 一來不用錢 二來 就是跟別人玩的話 我發覺都頗厚 功夫 但是 類似這些遊戲 我始終都是不夠FPS 第一身射擊遊戲好玩 所以就變了 都是繼續想做回CS這隻遊戲 但是來到 加拿大 我其實想跟朋友玩又玩不到 朋友又走光 就是 朋友在香港不是走光 這邊我又沒有認識朋友一起玩玩玩遊戲 所以 現在就很孤獨 自己在說 不能打遊戲 很低能 說回我最好的朋友 這個朋友 我其實真的很 很幸運 很開心 去認識到他 好像很辱馬 但是 他是一個 我真的可以 可以說是一個 扶湯道火的人 這個是我的承諾 怎麼說呢 這個是 一個 友情最高的 最高的一個 級別 就是這個朋友 假如他有什麼事的話 我一定幫 真的幫就 一定會幫到大個中 我不知道他是否這樣想 我希望他也是這樣想 雖然我跟他有一點點 其實性格不太合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一種微妙的緣份 還有一種 感情在 我跟他有一種很深厚的感情 唉 男人當然不想說我太骨鼻 總之就是 知己 其實我覺得 一生人找到一個自己 已經是 極度幸運的事 因為很多人都找不到 真心的朋友 不要說自己 雖然我現在跟他是少了聯絡 但其實我 我 心裏面經常都會 記掛著這個人 就是很想問候一下他 怎樣 但是自己又怕醜 不是怕醜 就是好像 有些東西知道 不用問那麼多 我覺得可能會有種感覺 對 還有 我自己是一個 很重感情的人 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 所以有時候我會說 這些位置 即是說一些 關係 有時候可能會說一些 甚至是兩性關係 也有很多東西要說一下 可能我也會再 做到一個日常談談 說一下這些東西 好了 今天也說了 20多分鐘 我想今天也 停一停在這裡 先說一下 如果你想繼續聽 日常談 或者有些什麼 題目想我講 歡迎在下面留言 記得 大家 我希望大家 都是 身體健康 這陣子就不要 出去 周圍走 可以留在家就留 看多點我的影片 我祝大家 身體健康 喝多點水 多點休息 好 我也是時候 要去吃飯了 現在是12點半 那今天的日常談 就在這裡結束了 多謝各位的收聽 收聽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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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